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罗马夫萨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共商两国关系发展蓝图,为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南非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也是第一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非洲国家 中南建交25年来,两国关系时间跨越式发展,早已远远超越双边关系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影响 特别是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拉马夫萨总统的共同关心和爆发下 中南关系始终保持高位运行,两国政治互信,务实合作,人们交流,战略协作,持续升华 正如南非学者所言,中南关系已步入黄金时代,未来更加可期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唐致力于深化中南友好和加强团结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 我们愿同南非一道,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共进 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积极贡献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必将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南全面战略优独立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南全面战略优独立